戴先生和家人住在湖州德利潜水湾小区 他介绍上个月的一天 妻子开车行驶在地下车库时 忽然撞到了一个异物 导致车辆受损 是11月21号下午3点左右 所以我家所开的 开到就是这个位置 我车库是那边咬过去了 到的位置是上面掉下来的 上面这个脚铁修饰了 然后刚好掉下来 载到我的车子上面 车子还没有送修 可以看到挡风玻璃有些划痕 右侧后视镜和车门有两处受损 A柱上也有一长串连续的刮痕 戴先生说 当时妻子停下车之后 看到有一个铁质长条状物品 和一根白色管套 本身的话 这个脚铁和套应该是什么样的 本来应该是完整的 外面有没有什么绣 现在看看嘛 现在是白色的套装 套在这个锤子 锤子吊的钢筋这个外套 脚铁就是这根横着这根 那边人完全去修死了 烂掉了 那这个车上的伤门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当时车子开过来以后 它这里已经有 就是一边已经掉 就是掉烂了 人家挂下来了 刚好我车子开到这个过程中 刚好碰到边上 人家一路过下去 以后可能那边也生修死了 当时没有看到 没看到 因为那个角度是比较暗 看不到的 没有灯光 戴先生认为 脚铁属于公共区域的设施 物业应该及时维护 车子现在被损坏 物业要对此事负责 第二天早上 我带着物业 保安负责人 到世界市地里面去定省 定省是4900多 回来过来的是三天 他们给我答复 是他们不认可 认为是价格太高 找到小区物业 相关负责人不在 接着联系了一位 之前和戴先生 进行沟通的工作人员 我们不是不愿意承担 我们是油漆费 是愿意承担的 但是它的玻璃 这边有增益 因为它玻璃本身 有旧的损耗跟新的损耗 对吧 它现在要全部更换 包括它当时提出来的时候 侧面的那块玻璃 当时没有提出来 我们这边的话 也不可能承担它 全部的费用呢 其他的这个脚铁的情况 我们这边有没有检查 检查的话 我们都是 全都是每年都有保养的 记者留下了电话 希望能跟物业经理 再进一步的沟通 但截至发稿前 没有接到对方回复 戴先生表示 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此事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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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